來關心高雄一個算不幸的消息 高雄一個生的女婦 給家庭指控說涉嫌孤獨於一個五個月 大的這個女婦姓叫洋洋 事情是這樣 這位學習這個小孩 鄉鄉不知道的人 這個老婆關係女婦引導 將小孩送去便宜急救 一個檢查 發言說這是這個急性的老母出會 這個頭腕骨也有骨子 鄉兵死亡母久出會 到目前為止 醫生懷疑說這個小孩受到孤獨 不然是很煩惱 很傷心 有顧這個女婦家庭的朋友 今天出面發聲說這個小孩在桑特 一個月來 生活出現一些黑青的 這個女婦一直陷這個小孩很愛哭 現在出事了 家庭一年會說當時沒辦法 將這個小孩趴回來 檢峰問過之後人家說 這個生養女婦犯罪的 陷害女同胎 跟歡迎聲稱受了 已經準了 五個月長的女兒整身庫都差說 她只是去讓女婦結胎 到達到後面的房間 回來唱歌 很厚耶 她非常厚的 每個月四個車子 吃便宜的白酒皮就出現黑青 你不說這是小孩自己照顧 那她擁有她的一套桌子 而且她確實小孩在她的代理 就是代理之下都有越來越好 就是她哭鬧的情形 就是有越來越打散 那你是不是就會覺得很全然的相信 這個保護 就是很有辦法介紹 出事那天是四個車子 老婆早上把小孩送去逃嬰 當時一齊都正常 不過中途喝酒喝了後 會補到營營 年後三點多卡電話 請她過來帶小孩去便宜 於四點多過到五月的時候 小孩已經叫不進行 這可能會去拖到送便宜的時間 年輕人的頭卡當上 急性的老母出會跟頭鬼骨子 雙邊的脈酒莫出會 她相信說 這可能是讓她的胎 告答邀過的婚禮 被母親吹筆聽 對世翁的女母 提出個手 任王姓被告 犯犯刑法重傷害等罪嫌 犯罪嫌疑重大 且尚有其他幼兒人 由被告托育中 有反覆實施犯罪之餘 向法院申請羈押獲准 也會針對不同的個案 再進行一次全面的清查 就一些訪事 還有電房家長等等這個部分 在任王姓島 到底是發生什麼事 減輕上的存在對照 Hello 我是蔣心梅 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 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YouTube頻道